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蛇蛇談吃啦 那試一下的話喔 哲兵終於是撐到了鑽動機的復活階段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邊的第一隻蛇蛇是鑽動機 那目前來說這一次的話我們選擇的是 4個火焰的身體阿 然後火焰這邊都給他用高了 然後攻擊速度跟攻擊力 還有這個血少攻高跟我們這個 防禦霧盾都選了喔 那剛剛基本上是選了一個 那個含冰這邊的異界的能力 那含冰一開始的話 這邊有先選一個 來緩速一下我們這邊的敵人 好 那這邊第二十關的話 就是我們城堡的衛兵了喔 那就看一下究竟有沒有機會打出好成績 感覺我們這一次的輸出看起來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喔 這個輸出量的話看起來應該是弄得還不錯 所以現在目前來說應該是頂級的 那城堡基本上就跟西洋棋一樣喔 就是他們只會走就是直線 那我們就是繼續這樣子給他弄起來喔 先消多一點血量 但我覺得這一次的話應該 蠻有機會會讓他打到狂暴的模式的喔 那能少一隻是一隻啦 能少一隻是一隻 我們現在先加油 先弄死個一隻 只剩一隻囉 那會不會這一隻的話有機會就是讓他不會狂暴呢 來鑽一下鑽一下 鑽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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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鑽動機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變白色在閃的時候他是不會進行任何的攻擊的喔 然後這邊剛剛那邊打得非常非常的OK 我們這邊又是完美的一條整隻蛇蛇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邊又有防禦護盾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這一次的獲勝機率應該是頗大的喔 希望是拜託了拜託了喔 我沒有我跟你講玩了這麽多場喔 沒有一次這麽順利的喔 沒有一次這麽順利的喔 那我們這邊基本上就優先先把這幾隻鑽動的先 鑽個幾隻死吧 會比較好一點點 不然待會他們太囂張了 然後變白色的時候就要閃了喔 變白色的時候就要閃了 然後進可能就是去找一下 就是他們丟過來的時候你要離開他的路線 那目前來說我們的輸出跟各的身體的能力 都還算是蠻OK的 火的只差一個人 然後冰的話基本上可以慢慢的再把他的能力拉高 這一次真的是超級有機會可以打到更後面的喔 來 火身體 最後一個火身體 完美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邊的冰身體的東西了 然後現在基本上我們第一隻蛇蛇的布還沒有用掉 然後再加上我們還有一隻S級的木身體的蛇蛇 整體來說就很OK 所以這跟我們原本的想法是差不多的 就是把他換成第一隻 然後就開始努力讓他存活 是真的完全沒有問題的一個嘗試喔 然後我說真的拉 之前真的是誤會大家的意思 大家應該是跟我講說 冰凍身體跟火焰的身體很強拉 但是基底的蛇蛇的話 我們可能還是要用一下S級的這些蛇蛇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照理來說基底的這些蛇蛇還是挺猛的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不要 不要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不要撐住 喔 好險 我跟你講今天這一次的這個 這一次的這隻蛇蛇拉 有很多這種操作 就是差一點點我們就要爆開了 但是後來的話因為我們這邊還有無敵護盾 所以就可以就是慢慢的守住這樣子喔 好 這樣希望就不要再有什麼大怪出現了 然後讓我安安穩穩拿一下問號寶箱 然後問號寶箱那邊就 讓我們拿個補血吧好不好 我覺得現在我蠻需要補血的 喔 又衝過來了 但沒事我們待會要變身了 變身~~ 變身就趕快把他們給捲死喔 先捲死個幾隻我們都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或是把他們選到比較殘血 這樣我們轟的時候也會比較好轟 變白色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稍微退了喔 OK 這樣子OK的 然後不要被撞到就好了 我們還有一個無敵護盾 OMG 這個老伯真的是也很麻煩耶 這個老伯 這個老伯會一直丟那個就是那個鐮刀啊 好不好 先撞死幾隻這個 金石怪 先撞死個幾隻 哇 不讓撞死耶 尷尬了 而且更多的敵人好像來了喔 更多的敵人好像來了喔 一直瘋狂丟金石我們也很難就是 直接打到他你知道嗎 然後這邊是炸彈阿伯來了 炸彈阿伯這邊的話我們要變成就是那個 礦稱博士的話應該就是 給他 直接就是把這個炸彈阿伯給弄死喔 要不然他這邊一直放炸彈真的也是挺麻煩的 好 白色了 快走快走 變白色就先走 好 然後這邊又有這個 你看這些遠工具的阿伯真的是有夠麻煩的喔 他媽的鐮刀都射超遠的啦 那我們盡可能慢慢把他給弄死 是ok的 然後這邊再繼續 鑽動機鑽死 所以為什麽哲平後來就是選擇鑽動機 當一個主要頭的原因就是這樣 他可以 就是容錯率超高 因為他有無敵的時間啦 這個很重要喔 阿怎麽沒有給我那個啦 阿怎麽沒有那個 問號寶箱 哈囉 問號寶箱死到哪裏去了 完了完了完了 好像有點麻煩喔 但是我們現在基本上是有一個 完了 復活來了 啊 忘記看那個就是地圖上的那個了 忘記看他的這個爆炸的東西了 完蛋了 浪費一次復活了各位 但是到24層了 我覺得這一次已經是我們有史以來打最好的一次了各位 真的好難喔 我的天阿 希望度過這個20關卡之後可以就是 輕鬆一點點了好不好 我覺得這關真的是 有點 蠻恐怖的感覺你知道嗎 就是跟之前的比起來真的是 恐怖到很大的一個集局 沒到那麽簡單 對阿 就跟之前打的關卡都是差超多的 不知道在南極點你知道嗎 好 變白了 然後是不是又沒有問號寶箱啦 完了 沒有問號寶箱我們這個是真的很慘喔 真的好像沒有耶 哇 沒得選能力啊 哭了 25關 反正現在遇到這些前期的這些 衝衝怪好像都還行了喔 都還算是可以的應付得住 而且我們這邊 還有冰凍的這個東西能夠緩速他們 那就是比較麻煩就是蝙蝠跟那個金石怪了 這幾隻感覺就是 都不太會被就是緩到或幹嘛的 趕快把這個火山 火山 火山怪先打死 我們要看準時機 隨後撤喔 撤 能撤就撤 慢慢走慢慢走 反正我們這邊 有一個無敵護盾啦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寶藏 你知道嗎 而且無敵護盾被打掉的時候 可以觸發我們的狂暴模式 讓我們就是 有一波速速的這個清怪時間 所以無敵護盾真的是 也是蠻首要要選的東西 回復血量跟寒冰之助 我會選擇 我會選的回血耶 我覺得回血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讓自己滿血一點 雖然滿血會比較少攻擊 但是我們可以撐更久 就是盡量讓我們最後就是 要打Boss的時候 應該身上還要有 就是 兩隻可以 就是 復活炸的蛇蛇 這樣應該就 蠻舒服的囉 應該就蠻舒服的 我們現在先等那個 無敵時間 好 無敵開車時間來了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就是 還不錯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不用這麼往前 然後我們就是 可以用這個車車 慢慢的消死他們 然後 就會造成我們就是比較好的這個局面 哇 這邊直接 直接被打到了 哭了 這邊要閃一下了喔 好 閃了閃了閃了 然後現在就是 在這邊下面 游鬼 然後等待變鑽動機的時間 來 又來了 那就是鑽動機開滿有沒有看到 車車鑽好鑽滿了 變白了 先走 然後又來了 又是那個 一隻一隻擊破吧 一隻一隻擊破會比較好 好躲這個金屍的東西 然後 死掉 突然又 又那個欸 不請自來欸 這些小石頭人 好險我們現在可以先用這個方法 先消他們的血量 然後消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是 在那個 直接大波的 你看有沒有 然後我們的無敵護盾消失之後 他這個 大波的這個 加速加攻跟攻擊力上去 是真的滿猛的喔 寒冰之助開始選 這次真的超有機會的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用到後面兩隻蛇蛇喔 打到30關我們就用後面那兩隻蛇蛇 開始用狂暴模式 開始一直暴一直暴 除非我們打就是後面那個boss打出 完全都打不出什麼血量的 然後讓他一直狂暴的話 那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們大概就是打不贏了 但是希望可以打贏啦 好想跟這個20關說掰掰了各位 這個20關卡我好幾個禮拜了喔 真的好扯喔 好白色 好這個先一隻一隻擊破 一隻殺一隻 一隻殺一隻 因為他會爆開 他爆開的話會那個 跟他原本的這個冰晶色的位置會有點落差 OK 打贏了 但是沒有問號寶槍 現在還是滿缺問號寶槍的啦 滿希望有更多的 好這個蝙蝠就是 超級無敵不會被這個冰凍 弄到的這個可惡小東西了 超級北七 但是他唯一好處就是 他的這個 衝的這個距離不會太長 這是我們唯一能夠慶幸的事情 衝的距離不會太長 好這邊一口氣全卷 因為我們之前會輸的原因就是因為 其他隻那個衝的距離就太長了 好白色了 先走 好 慢慢再等無敵時間 我們現在有一個護盾就盡量要選護盾 護盾真的太薄了 如果你沒有這個鑽洞蛇的話真的超強 我現在阿 我這幾天不是問說大家會挑哪一隻蛇蛇嗎 我真的覺得鑽洞機蛇蛇好強喔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我沒有抽到其他屬性了 像我有講就是 可能大家在課金的時候有抽到 其他屬性的這個蛇蛇 然後就會比這個 木屬的蛇蛇跟雷屬的蛇蛇還要更強 這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我沒有課金 我只有就是先把這個毒液 我有課金啦 我把毒液買起來 還有就是抽這個 什麼鑽洞機蛇蛇而已 其他隻蛇蛇我都沒看過 搞不好其他火屬的或是那個冰屬的超強 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我們現在還體驗不到 之後如果有的話再跟大家分享 好 來了來了 哇 這邊我們要先往上走了 先走個邊邊 其實繞怪物的邊邊好像也是可以閃避一些東西的 因為他 他邊邊其實好像也是可以就是 讓你就是去那個 躲避一下的 他也未必就是會直接就是那個 直接讓你受到傷害 蠻爽的 然後撐到我們這個大招的這個 無極車車時間就很舒服了 完了 完了 還中兩下 死定 有點慌有點慌了 哇 有點慌了 有點慌了這次 損了超多血 但是我們還有27.6k 撐住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待會來看一下就是打那個 最後一隻Boss 打出的那個血量 能不能高過那個 就是傷害夠不夠喔 夠的話那應該就穩定了喔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兩次的復活機會 雖然我們最後一隻蛇蛇是爛蛇蛇喔 但是他 繼承了我們這邊身體的一些 要素的話應該還是挺神的 哇 這個老佛真是真的很麻煩 先鑽死一隻 鑽牆壁 直接 大鑽母鑽你 OK 各位 終於要來了 我們這一關的Boss終於要看到了各位 哇 第30關 第20關這個真的是很久啊 喔 這是女王吧 哇靠 哇靠 這什麼 這什麼意思 這是 士兵跟那個女王 哇靠 完了 我覺得是一個硬仗欸 而且應該是要先把其他吃掉才可以 就是打到那個女王 所以我們要先把其他這些都消掉 然後 哇 他是城堡跟那些 跟士兵都一起在 我的天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這些是不是小兵啊 可以打到他嗎 不行 完了 要先把這些小兵打死 他的護盾才會打開啊 哭了都 這 這很慘欸我們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狂暴模式化定了喔 這輸出超級不夠的 這除非他不會再叫其他敵人 才會有機會 不然我們就 就死定了 這好難欸這一關 白癡 這個連Boss關卡都這麼難是怎樣 誇張了吧這個 先走先走 哇 完了 我們鑽中滴蛇蛇要奏終盛請了嗎 我好像已經用過第一次的復活了對不對 對 我是有用過第一次的復活了 把他鑽到旁邊 他在被我們卡爛啦 不是 是我被他們卡爛了 他好像沒有狂暴模式欸 如果沒有狂暴模式的話那最好喔 希望不要有喔 不然就不公平喔對不對 各位 如果他有狂暴模式就不公平了 吃個補線 Nice 繼續鑽 他好像沒有狂暴模式 太好了 先鑽紫一隻兵 鑽紫一隻兵 好 可以 慢慢 慢慢打 慢慢打 我剛剛停車了一下 我覺得我掌握的技術越來越好了 越來越蛇皮走位了 目前還沒有看到就是那個狂暴模式 所以看起來應該就是 把這些士兵打完就可以開始料理那個皇后了喔 加油加油加油 來 碾爆 碾爆兩隻 一隻爆了 換你 好 爆兩隻 剩下一隻了 看起來應該就剩他了喔 哇 我是不希望 待會才是甚至算那個女王幹嘛之類的 希望不要喔 女王 你要跟我們打了沒 完了 哇 是不是說 他 喔 我變成專動機模式 嘿 我剛剛嚇到了 欸不是 他會一直跑欸 這關真的是很難 哇靠 他怎麼又叫兵了是不是 靠 他又叫兵了是不是 哇 完了 不是喔 這到底是在搞 你們真的 有人 沒課金打過這關的嗎 太扯了吧 哇靠 我現在 我現在好不容易沈到這邊 才打了一半血欸 完了我連黃扣在哪裡我都不知道了 靠 這塊也太扯了吧 我們就在這邊一直瘋狂閃好了 看一下能不能 藉由這個閃避 哇 完了 完了 真的完了 欸 前面 喔 狂暴模式出現了是不是 靠 精英狂暴現在來了 欸 我們好不容易 看 我們好不容易 撐到這裡 我哭了 哇 我真的要哭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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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